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 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榜样 事实上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将亚伯拉罕当作因行为称义的榜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次我们要来查考罗马书第四章 看看使徒保罗怎样和犹太人辩论 到底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还是因行为称义呢? 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保罗在这里又用了串联旧约经文的方式 来和犹太人辩论 他首先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这一节经文原来写着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 这节经文的背景是 当亚伯兰听从神的护照 离开家乡迦勒底的乌尔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迦南地之后 神第一次和他礼约 应许他说 他的后衣将会多得像天上的星星 数都数不过来 而且神还对他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衣 永远为业 亚伯兰当时连个儿子都没有 他和妻子也都年老了 神给他的应许 怎么可能实现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信不下去的 但是亚伯兰却相信了 结果神就因此算他是个义人 既然用了算这个字 就表示亚伯兰本来不配被称为义人 有事实可以证明 例如有一次他带着妻子撒来 到埃及去躲避饥荒 撒来生得很美丽 亚伯兰担心埃及人为了得到撒来 会杀死他 于是他就叫撒来不要认他是丈夫 你说亚伯兰是不是很自私 他居然不担心妻子的安慰 所以亚伯兰完全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 就白白地得到了这个恩典 接着保罗又引用另外一段经文 写在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里面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保罗这次引用自诗篇三十二篇一和二节 是诗人大卫写的诗句 大卫王曾经亲自体验过被神赦免的滋味 所以他知道被神算为义人是很大的福气 绝对不是他配得的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大卫王被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都是恩典 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完全 保罗既然举出了犹太人非常尊敬的两位祖先做例子 他们应该放弃因行为称义这个论点了吧 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哥里派的人 他们还可以狡辩说 亚伯拉罕虽然有弱点 但是不要忘记他受了哥里啊 神称他为义 就是因为他守了神要求的哥里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因为犹太人的男婴 是在出生之后第八天受哥里 那是最不痛的时刻 亚伯拉罕受哥里的时候 已经快一百岁了 这么痛苦的事 他都愿意顺服 亚伯拉罕的确是可以向神邀功的 我们来读罗马书四章九和十节 看看使徒保罗怎样答辩 如此看来 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哥里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哥里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哥里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受哥里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哥里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哥里的时候 使徒保罗反问犹太人 到底亚伯拉罕是被神称义在先 还是受哥里在先呢 保罗自己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很肯定地说 亚伯拉罕被神称义在先 他受哥里在后 保罗这么肯定 是有历史根据的 我们来参考创世纪十七章 的一到五节和八节 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拉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创世纪十七章 记载了神和亚伯拉罕 第二次立约的内容 在这次的立约里面 神重复上次立约的时候 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就是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 迦南地会成为他们永远的产业 除此以外 神还改了他的名字 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 意思是多国之父 还有在第二次立约的时候 神吩咐亚伯拉罕要收割礼 我们接着读 我们接着读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一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比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如果继续看完这张经文 就会知道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 也被改了名字 叫做撒拉 意思是多国之母 最后神还应许说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会生一个儿子 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在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 撒拉已经九十岁 不可能生育了 但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后来完全实现 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让我们来归纳一下 亚伯拉罕被神称义 是发生在神和他第一次立约的时候 而割礼的规定 是发生在神和亚伯拉罕 第二次立约的时候 哪个在先 哪个在后 非常清楚了 没有办法抵赖的 不过保罗 无意贬低割礼的重要性 他只是要强调 受割礼并不是被神称义的条件 至于割礼有什么重要性呢 在罗马书四章十一和十二节 保罗又加以说明 保罗表示 但是他不否认当初亚伯拉罕从神得到受割礼的吩咐 是很重要的 因为割礼是一个看得见的记号 也是个印证 证明神确确实实和亚伯拉罕立个约 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也透过割礼 来提醒自己是神的选民 不过在给割礼的吩咐之前 神已经先因亚伯拉罕的信心 而称他为义了 由此可见 所有好像亚伯拉罕这样 相信神应许的人 都可以被神称义 不管他有没有受过割礼 反过来讲 如果一个人受了割礼 却不相信神的应许 那他就不会被神称义了 在罗马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 保罗继续用亚伯拉罕做例子来强调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会实现 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 不是因为他遵行了律法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四 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保罗再次提醒 律法的功用不是让人拿来靠着称义 而是用来让人看见自己在哪方面做错了 人不可能透过遵守律法来使神的应许实现 因为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遵守 那么亚伯拉罕是怎样相信神的呢 答案就在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便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使徒保罗在这里 所引用的旧约经文 是来自创世纪十五章 说到神和亚伯兰 第一次立约的内容 在那第一次立约的时候 神还没有明确地 应许他的妻子 撒拉会生下以撒 但是亚伯兰当时 在毫无凭据之下 就已经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 亚伯兰是不是信得有点傻呢 其实不是 在刚才读的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那里 保罗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十五变为有的神 由此可见 亚伯拉罕并不是盲目地相信 他对神的作为 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亚伯拉罕知道 那位应许他的神 能够叫死人复活 也能够十五变有 所以他相信这同一位神 也能够使他和妻子 从现在没有儿子 又不可能生育的情况之下 变成有很多的后代 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 的确兼顾了他对神的信心 也使他知道 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相反的那些靠守律法 或者靠受割礼来称义的人 他们难免会将荣耀归给他们自己 所以保罗一再强调 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方法 无论有律法 还是没有律法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因为是神成就的 不是人成就的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提到一个欠了很大笔钱的人 如果想让法官判他无罪 他除了认罪之外 还要赔偿 如果他自己付不出钱 就需要有个好心的富翁 帮他付清这笔债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人因为犯罪 已经落在神的审判之下 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因信称义 是因为神自己为我们付了代价 现在我们就来查考 因信称义的根据 写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这里的他是指亚伯拉罕 保罗讲过亚伯拉罕 因为相信神的应许 就被神算为义人 现在保罗又说 我们被神算为义人 也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作为 什么作为呢 就是二十五节所写的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保罗可能是引用了当时的一条 基督徒信仰的信条 很有希伯来文诗歌文体 平行对称的特色 他的意思是 为了我们的过犯和称义 神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又从死里复活 换句话说 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两者缺一不可 接下来在罗马书五章那里 保罗更详细地讲到 因信称义以后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会变成怎样的呢 先来看罗马书五章一和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上一章讲到 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据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和复活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可以与神和好 在这一章又进一步讲到 当我们相信接受这个事实之后 我们就有了不同的地位 怎样不同法呢 就是以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罪人 被拒绝在神的恩典之门外面 现在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已经与神和好 变成神的朋友 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不但可以瞻仰神的荣耀 还可以分享祂的荣耀 哇 好大的改变啊 还有 除了圣父和圣子参与 在这个新的关系里面 圣灵也参与了 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 保罗在这里暗示 当我们与神之间 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之后 并不表示我们从此以后 就一凡风顺 无灾无病了 不是的 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掌权之前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会有患难 不同的是 我们不用再像从前那样 悠悠愁愁地面对 而是欢欢喜喜地面对 因为知道神容许患难 来造就我们的品德 例如产生忍耐 老练和盼望等等 以前苦难带给我们的是失望 甚至是绝望 现在苦难带给我们的 确实盼望了 很不一样 这都是因为神将安慰人的圣灵 赐给与他和好的人 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十一节 使徒保罗继续讲到 圣灵不但帮助我们胜过苦难 圣灵也帮助我们去体会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和他成全的救恩 我们先来读五章六到八节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保罗所讲的软弱 是指没有能力救自己 必须被拯救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是指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没有能力抵抗罪恶 当然更不会明白神的旨意 就在那个时候 基督就按着神所特定的日期 来为罪人死 由此可见 救恩是神为人主动安排 预先计划好的 这一点是基督徒的信仰 和世界上的宗教 很不一样的地方 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产生 都是因为人 想用自己的办法 去寻找神 有没有找到呢 没有把握 因为人不完全 所以人想出来的办法 当然也不完全 而基督徒的信仰 就不是人想出来的 乃是神主动安排 主动来拯救世人的方法 神是全知全能的 他的方法当然就行得通了 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保罗提到有几种人 就是罪人 义人和人人 罪人是被神判定有罪的人 义人是指从人的角度来看 被认为有高尚品格的人 而人人也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被认为做了很多好事的人 一般人认为 如果为一个所谓的好人死 甚至为一个我们尊敬的人 卖命 都觉得死的有价值 但是如果去为一个坏人死 就觉得很不值得了 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还是罪人的时候 神就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实在难能可贵 神对世人的爱 就充分显明出来了 不过神的爱虽然这么伟大 又为所有人预备 但是神并不会勉强人去接受 他这份宝贵的爱 事实上很多人都没有自知之明 不觉得自己软弱 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这样他们就只好继续与神为敌了 至于愿意接受神安排的人 又会怎样呢 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保罗一步步解释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怎样影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头一步 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舍身流血 使我们称义 不再被定罪 免去了神的愤怒 然后又使我们从与神为敌 变成与神和好 并且因他的生得救 他的生是指主耶稣的复活 如果将这句话和保罗在前面说过的 主耶稣的死连在一起 就会看出其中的重点是 如果主耶稣的死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 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更加能够叫我们得救了 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主耶稣当初只是为我们世人的罪死了 却没有复活 那么他就是和我们的罪同归于尽了 幸亏神叫主耶稣复活 证明他有胜过罪恶和死亡的能力 这样我们才可能依靠主耶稣去胜过罪恶 和将来的永死 这才是真正完全的得救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因信称义的人 会好像主耶稣打败死亡 复活过来的那样 有了在今世过新生活的力量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保罗写着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 保罗也提醒说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换句话说 就算受了割礼 却没有做新造的人 就不会被称义 也不会得救 在罗马书五章第十一节那里 使徒保罗最后讲到 被称义的人不但与神和好 而且还会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 以神作为我们的满足 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成就了 从我们得到荣耀了 我们就喜乐了 以神为乐 真是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 总而言之 因信称义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结果 不但叫我们白白得救 而且会改变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而这个新造的人 是以神的旨意为思想的中心 和生活的中心 好 这次就查考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和圣子圣灵 一同为我们完成了救恩 我们不可以因为白白得到 就不加以珍惜 祈求你帮助我们 行事为人 要和我们所得到的恩典相称 而且以完成你的旨意 为我们的喜乐 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